大家好,我是阿伟,前几期的《鬼灭之刃》解说几乎都在说着鬼杀对合著 这一期我们就来聊聊十二鬼月吧 十二鬼月分为上弦和下弦 按顺序分别是上弦的一、二、三、四、五、路和下弦的一、三、四、五、路 最强的鬼月是上弦之一,而最弱的鬼月是下弦之路 下弦鬼经常更换,通常就都能轻松灭杀下弦鬼 而上弦鬼实力比起下弦鬼高出许多 那话中两三位处合力都不见得能够胜过 下弦鬼经常更斗 且在动画第一季第二十六集归五十五场暴命之后 就把他们除了下弦之一的眼门都给杀了 此视频分成上下两部 上部,也就是这期视频讲述下弦 下弦单眼科子,眼球科有下加上其对应的数字或区分左右眼 下弦接受的五场血液远不及上弦 虽然实力远在一般的鬼之上 但与上弦的差距仍然极其巨大 几百年间所未有过下弦之鬼 在换位血战中战胜过上弦之鬼的事情发生 他们的食欲普遍不如鬼杀队的助击剑矢 很容易被助击剑矢斩杀 在上弦从未变动的130年间 下弦频繁的因为被斩杀而变动着 这也是让五场亲生厌反的直接原因 在五场看来 下弦完全是给鬼杀队 当成培养重用的电脚石 因此,在下弦之五 被鬼杀队水中不够利用斩杀后 五场将全体下弦召集到了五县城 随后就将下弦解散 除下弦之一的眼门以外的其余下弦之鬼 全部遭到了肃清下弦之六 讲坦是前下弦之六 之鬼之家乌主 被称为古之鬼 因能力衰弱而被从十二鬼除名 为了取回力量袭击 拥有吸血的人类 但因为其他的鬼闯入他的宅邸 导致他的计划受阻 最终被炭治郎斩首 在消失之前 被炭治郎承认他的血鬼术 和古迹十分厉害 但不会原谅他杀人的罪过 最终他心满意足地消失了 见下弦之六 见下弦之六 也刚出场就领和办了 在下弦举手时 被以女容貌登场的五彩 叹透了内心的想法 并被五彩杀死 下弦之五 下弦之五 类是那田蜘蛛山鬼家的墨子 但实际上是家族的实际支配者 对家族羁绊有人扭曲的制作 当他还是人类时 就十分羡慕他人的家族羁绊 而自己因为疲弱而狗产变为鬼 变为鬼或因识人 他的父母意图杀了他后再一天死去 但最终身为鬼了 杀死了父母 听到母亲的意愿后 他觉自己亲手切断了真正的羁绊 但最终因为五彩 严恶而继续作为魂活着 在百年的四月中 他遗忘了自己的目的 在蜘蛛山最终战中被人斩首 最后想起了自己实际思想巡回 被自己亲手斩断的家族羁绊 最终灵魂在父母灵魂的陪伴之下 前往地狱赎罪 下弦之四 下弦之四 林玉子 与住交战士经常逃跑 在下弦拒手时 因为逆了五彩的话 被五彩杀死 下弦之三 下弦之三 毕业 在下弦拒手时 在五彩肃清下弦期间逃跑 但被五彩杀死 下弦之二 下弦之二 陆入 在下弦拒手时 当五彩肃清其他下弦后 向其祈求获得更多血液 但被五彩杀死 下弦之一 前下弦之一 资料不明 被不死穿十米和摘野框进连手击杀 现下弦之一 免忘 在下弦解散后逃跑了苏青 被鬼舞食物惨赐予了血液 潜伏在炭治郎等人搭乘的不线号列车上 先以自己的鞋柜处 让全车乘客陷入沉睡 随后并让几个人类附下 利用特殊的绳子 进入炭治郎等人梦中的精神层面 几度破坏其精神之则 让他们变成废人在杀害 然而计划很快就失败 虽然成功与列车融合 但由于性臭狼等人的努力 导致其打算将全车成色 作为人质的如意散盘落空 最终被炭治郎以火之神 全能必如先展弹景观了